几年来,关于极简主义的生活方式随处可见,不管是家务整理还是服饰搭配,那么,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极简风潮越演越烈呢?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美丽浪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在搭配上面之外,并且有的时候费力搭出来的感觉可能还没有那么出彩,因为,越来越多的时髦女孩,在衣橱内场被几件几件款式,简简单单就能穿出美学气质来,今天,小编就给大家推荐几款几件风的店铺,大部分已经出款为主,但设计感十足哦, 来看看她们都是如何简简单单,能就打造出高级感的穿搭吧,01衣服多是法式少女风,以法式风情的小裙子为主,穿上特别的味道,这次的球装上新,有几款不错的裙子,感兴趣的仙女可以一定不能错过,哦,02最早红起来的工厂店,往零十年左右的仙女,应该都听说过,无敌小屁狗,产品的质量和价格,都是很不错的, 性格比很高的一家零三风格编程书解决时尚大气,她们家衣服质量都还算不错的哦,特别适合高个子女生零四人的气质不是与生俱来的,而是需要靠后天慢慢培养,大街上漂亮的女生很多,但是要做到又漂亮,又有气质就很难了, 气质这个词是要靠人内心的汉氧慢慢沉淀和积累,经过时间的洗礼,你的汉氧上来了气质自然,会渐渐体现出来,这家的模特给人的感觉便是非常的有气质, 是个店铺像在举办一场时装秀,零,无法是风情的鼻祖,温柔的配色,简约的款式,大气的设计,非常适合职场MM们,零有比较小女人的一家店不会太过成熟,款式也挺简单的不会过于复杂的图案, 价格基本都在150左右零七,沃斯堂的一家法式有假的店铺,整体店铺给人特别温柔的感觉,很有腔调,好了,喜欢的小仙女记得关注我哦。